在外面工作完了回重庆 以前在外面工作完了回重庆 以前在外面工作完了回重庆 可能第一时间会去爷爷奶奶家住两天 每次回到重庆就是一种 没家的感觉吧 很熟悉的感觉 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 爷爷那个时候 每天 就出门买一包那个胡豆 花生 回来就放在他那个小牌 然后就把我叫过去叫我斗地主 我就两个人斗地主 像时候我也不懂 都能猜到牌我都不知道 然后说我自己就回去了 每到过春节的时候 一楼就是他们打麻将 二楼就是所有小孩都在那玩 把重庆藏 各种各样的 当时就很热闹 在外面放完烟花的时候回家都是 一些奶奶都会煮汤圆 奶奶做那个烧烤土 很香 还有就是那个姜爆鸭子 我其实蛮喜欢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重庆就是梅雨 因为我家那个院门前有两棵特别大的树 就小时候我住的那个窗户一开那个树叶就在我眼前 然后如果下雨就会滴滴答的声音特别好听 我不太厉害 我不太厉害 可能小的时候就不太理解这些 但是现在确实能明显地感觉得到 比较喜欢重庆这个城市 然后小时候其实对其他城市都不向往 就是可能比小时候长大了 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余中区 因为它是 现在应该相当于现在重庆就是 最反映重庆的一个地方 在那拍一拍一些可能短视频的一些 会让这个地方更加热烈 只有那里是最有重庆味道的 就是重庆越来越棒了 越来越好大家都越来越 有在关注这个城市